舒手十分钟 有效的预防脑中风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进入到冬天 天气逐渐变冷 风干雾燥 人体的肾上线水平也升高 体表血管收缩 本身如果患有三高 就容易诱发脑中风 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舒手 你没听错 不是舒头 是舒手 可以有效的预防脑中风 中医说呢 手呢 是人体五脏在手上的一个反射区 经常的用梳子去梳手 可以畅通 全身气血 把手呢 给梳热会了 对防治脑血管病有非常的好处 梳手的这个时间呢 可以早上起来就梳一遍 平时都没事的时候 你再多梳几遍 梳手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拿一个比较顿一点的梳子 首先是先从上往下去梳 梳起来很舒服 36次 49次都可以 然后把手掌翻过来 手背上边呢 是从下往上这样梳 而我们手背上呢 连击着我们脊背上的这些穴位 比如说颈椎 胸椎 腰椎都在这里 每个地方你多梳理一下 对全身的气血都有好处 脊柱梳通了 脑供血就充足了 每次梳手的时间呢 不超过十分钟 但是呢 能起到强身去病的很好的作用